那邊這麼熱,圍著看什麼? 有個年輕人在推銷有機蔬菜 好,有沒有美女可以借一部手機給我? 要來做什麼? 我來示範給五個看 怎樣用手機應用程式 可以追蹤我的菜是幾點 以及在哪裡收割 這樣也有得追蹤? 當然有,來… 首先,下載我們的手機應用程式 這個 綠色籠裝 然後看到我每一棵菜的包裝上 都有一個QR號碼 我們就可以掃一下這個QR號碼 有… 是嗎?沒看過,很有趣 之後就可以知道那棵菜是幾點 以及在哪裡收割 說不定? 那不是保證新鮮? 絕對,我承諾客人 我每棵菜送到客人手上 整個過程不超過十個小時 是不是這麼誇張? 是新鮮的 這位當然是你們大廚哥哥 你最有資格鑑定 我的菜是不是年輕貌味? 你拿得來的,當然是新鮮的 吉叔就說了我心裡的那句 是,我也想到你會這麼說的 不僅是我的菜有QR號碼 我個人也有QR號碼 卡片上有我的電話 辦公室的電話等等 買完我的菜有什麼問題 不懂得煮,所有東西都好 可以打給我的 這些菜是不是她說得這麼新鮮? 阿嬌看過不錯 阿嬌看過,她還說她煮東西很聰明 她可以教我們去煮 煮的菜會更好吃 來吧 好,我的菜 洗完之後,不要用刀切,用手撕 這樣才沒有刀那股鐵獸味 好嗎? 怎麼了? 你過去看她表現 怎麼了?東西不好吃嗎? 是,職業併發作 好,菠菜兩分鐘就搶一下她 可以了,現在完成了 之後我們幫她沖過凍水涼 這樣就可以保持菜最好的鮮綠色 說到菜好像有感覺 雖然只是一棵菜 但在她完成給我們填飽的肚子 這個任務之前 我們要對她好一點,不要辜負她 你是賣菜而已 想不到你煮菜也這麼厲害 我不僅是賣菜的 我又賣肉,又賣米 還有這麼窄? 不是窄,是全面 你說如果有好菜又沒有好肉 怎麼會有好菜呢? 好,有好菜,但飯不夠香的話 哪有完美呢? 哪有你這麼完美呢? 真是懂得說話 我的米,你們煮了 你隔離輪舍就真正知道什麼叫 隔離飯香 我要三斤米,我要三斤米 我要三斤米,要兩斤菠菜 我要三斤米,要兩斤菠菜 你們搞定了五哥、兩妹妹和吉祥 我也很想嘗嘗她那一斤米 在看什麼? 嘉莉想了一條計劃,我們覺得有得做 說來聽 這個最近在網上爆發的主飾蛋,Green 他好像年輕人,他很有內涵 他在美國攻讀的就是農業發展 未畢業,已經在網上寫載 教人家怎麼煮食才是最健康的 我看了他的載 我才知道原來番茄要煮熟才有茄紅素 而西近又要生吃 這樣才不會破壞到裡面的甲元素 但令他在美國出名的是另外一個故事 是嗎?又說來聽聽 他畢業之後 本來在美國開了一個有機農場 剛打算發達來搞 誰知道地產商就說要收回地來發展 逼他走 本來面對這麼大的地產爆發權 他就輸了 直到有網民鋪上這張照片 當時我也有光顧他 雖然他不算英俊 但是他的堅持和自信 令他很有型 就是這張照片 令Green在網上爆紅 很多人特地找他買水果支持他 令Green成為一時佳話 因為群眾的壓力 地產商也被迫要賠錢給他 帥啊 他現在回到香港 他一邊搞自己的有機食品批發公司 另一邊是上網教人家煮營養食譜 他很受女生歡迎 所以我覺得這個人物很適合爆料而善 你們打算用什麼角度做這個故事? 你們別告訴我 你們打算推銷一個帥仔那麼膚淺 當然不會 一定不會 今天這麼急, 叫大家來這裡開會 是因為Vivian剛幫公司 接了一個無火煮食爐具的贊助 所以大家幫幫忙 在這個月內開拍一個全新的烹飪節目 這個月這麼急? 對, 真的很趕 對, 急了點 不過口有誠意, 我不想他失望 所以要辛苦來其中一位了 你們誰想做這個項目? 其實我很想做烹飪節目很久了 鼓腰臣, 搶了GiGi 所以我要飛去上海 勸芳芳回來幫我們做主持 我想我這個月, 我分不起來了 坦白說, 我飯飯也行 是飲食不行的 我手上有三個項目 如果可以找人頂手的話 我就做了 阿神, 你這樣怎麼樣? 對不起 時三為了幫你擺平GiGi的事 已經被人說他編詩了 為何這個項目應該由鼓監製負責? 你這樣搞什麼意思? 到目前為止, 你所有的節目都超級 如果你肯額外接這個表演 拉回雲條數 我想你今年也有望, 不用超級 所以鼓監製, 辛苦你了 其他節目洗凸了 就做多個表演來還 我沒聽過這種規矩 你超級, 試也不試用方法填上一條數 我覺得鼓監製你沒幫公司想過 你別忘記贊助回望歷史的手機廣告 是我親自經回來的 Vilion, 阿神跟你一樣 還要按到公司的 好, 我表面時三, 這個拍檔節目我做 古先生, 這裡有張雲小姐 西選的藝員名單 你可以選其中一個 我做你的節目主持 你知道我想怎麼做這個節目嗎? 如果你不知道, 我請你 不要塞你想用的人給我 溫馨提示, 告訴你誰有期 你有興趣的, 麻煩早點去預約 免得其他同事又誤會你霸道 謝謝你這麼關心 我在同事心目中的營場 不過節目交得給我 請你尊重一下 那你又不說得出事 因為這個節目 我們還有鳳凰會最大的客人做贊助 我想大家都知道 鳳凰會的主席, 時天鋒小姐 是時三的姐姐 姐姐, 你怎麼會上來? 沒有, 走開這些頭, 想來找找你 時小姐… 你好, 大家好 時小姐 請坐… 我們剛開會說你贊助的表演 是嗎? 剛好嗎? 不如讓我說一下, 好嗎? 好 各位, 這個月底 就是我鳳凰會十週年紀念 我很想贊助兩集作為慈善籌款 幫助一些基層的單親家庭 無論在座你們哪位做得好 最重要是他的頭開得好 多人看, 我們可以籌到多點錢 原來這個表演是鳳凰會贊助 我想想可不可以抽到時間 絕對不用想, 絕對沒問題 不是, 話說回來, 搞慈善叔 我最有經驗 其實我也可以 你們清完之後 還想我做的話通知我 不好意思, 我趕快開場, 等一下 姐姐, 我們這位古監製比較忙 你老闆面子這麼有性格 我想這個人有些事吧 好 好 好